美國副總統彭斯11月19日在白宮舉行的新冠病毒工作組會議上表示 輝瑞公司和BioNTech將於11月20日申請緊急授權生產新冠疫苗 彭斯還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支持再次封鎖或者關閉學校以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 美國傳染病專家福奇博士在新冠病毒工作組的簡報會上表示 研製疫苗沒有危及安全性 這步的速度不控制安全性 並且不控制科技的技術 它是一額的驚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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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類型的疫苗 讓我們做到的事情在年紀 那其實也在年紀前前 所以我真的想要解決那些人的想法 現在我用了這句話 根據公共衛生數據顯示 11月美國有41個州報告的新冠病例 每天都在創紀錄的增加 20個州的新冠病毒相關死亡人數 每天也都創下新高 26個州的住院人數也創下新高 新冠病毒相關死亡人數